嘿,大家好,我是阿仙Clicky,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今天要跟各位Bob介紹一個小小的插件 各位Bob有沒有發現最近的YouTube變得就是 其實也蠻久一陣子的,差不多有一兩個月 應該是有一個月了,對 OK,這一陣子就是YouTube的版面變得非常的奇怪 對,它變得跟以前不太一樣 右邊控制了一整塊很大的一塊區域的部分 聽說這塊區域在YouTube未來會改版的就是 使用者可以自己在這邊放自己喜歡的頻道之類的 聽說啦 OK,然後,對,今天跟各位Bob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自從改版了之後 就是變得很難找到自己想要找的對象 除非直接找訂閱項目這個地方 還要自己去點 但是大家記得還之前就是 大家直接進到YouTube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所有自己想要就是訂閱自己想要看到最新的影片對不對 但是現在就變得很亂 它有什麼精彩內容啊,什麼最佳推薦之類的東西 常常會把就是我們的一些新的影片 就是各位Bob訂閱的新影片的動態給洗掉 所以我就找了方法製造了這個兩個小小的插件 沒錯,這就是那個小插件 上面就是你把游標放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Cookies的YouTube 目前它有兩種版本 一種版本是Firefox的版本 另外一種版本是Google的版本 Google版本比較討厭 因為上傳就是Google Shop的時候 第一次上傳需要五塊錢美金 對,所以我就找五塊錢美金去 為了上傳這個免費的插件給各位Bob使用啦 好啦,總而言之這個插件可以在哪裡下載到呢? 大家可以在就是我的影片的正下方 下面有個subscribe的下面 對,就是有詳細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那邊看到就是連接可以就是下載到這個地方 先來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新影片上傳的時候 大概在五分鐘到十分鐘內就會出現在這上面 所以,不算是即時 但是可以讓你不漏掉我任何一支影片 對,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把它滾了滾下去可以看到十九天前 但是如果你再放一下下的話 你可以繼續滾 沒錯,這可以滾到無窮景 對,就是滾到就是我最早最早最早之前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哇,這是兩個月之前的遺失錄了 OK,這個地方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評論頁下載到 然後,就會是這個介面 不管是Firefox還是Google 到這個介面點一下這個download按鈕 它就會問你說是否要下載這個東西 目前有差不多兩千位Bob已經在用這個Google插件了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用的話,趕快加入我們 不會讓你漏掉我任何一支影片 好啦,就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我如果喜歡這個小插件的話 記得在左下角 或喜歡在左上角有個訂閱 隨時訂閱我的影片頻道 不會漏掉任何一支影片 隨時下載這個奇怪的東西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